韩语入门必学的25句韩语口语 大家好,我是Kendy 今天我要带大家学习的是 必须知道的25个韩语口语 大家准备好笔记本了吗? 我们开始吧 这是最尊敬也是最正式的一种道歉 对上级或者是长辈以及陌生人 初次见面的人可以去使用 对不起 相较于 更加的日常一些 我明白了 这是一个最高村进阶 一般都是在公司或者对长辈去使用的 比如说今天领导下发了一些任务 可以说 好的,我明白了 可以翻译为 一路平安或者一路顺风 祝你一天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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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在打完招呼之后可以去使用这样一句话 이름이 뭐예요?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呢? 同学们可以将中间换成自己的名字哦 一般在去拜访别人的住宅 或者是在路边问路的时候可以先说一句 失礼합니다 打扰一下 我要开动了 它原本的含义呢 是我会好好的享用这一顿料理 一般是在用餐前去说的 我吃饱了 一般是在吃完饭之后说 为了表达这一次用餐非常愉快 祝用餐愉快 一般是提供料理的人去说的 这个多少钱? 一般在询问架构的时候去使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去稍微的砍价 可以说 请便宜一点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25句必须制造的韩语口语了 大家有没有学会呢? 如果说想要学习更多韩语知识 可以关注凯尼老师哦 喜欢的话 请多多点赞收藏 자 그러면 다음에 또 봐요 안녕